我去看小黃鴨 剛才要少許 禁足 是啊 我的女兒其實是小黃鴨的粉絲 看的時候她只有兩歲 是BB 她很搞笑的 我們進入後台 因為我們找不到一個地方去前台 竟然見到一個穿了戲服的螞蟻姐姐 她就帶我們去前台 在我女兒的世界 她就真的覺得她是一個螞蟻姐姐 她就不會發現她是一個演員 她是覺得她的角色 為何有一個螞蟻姐姐 在我現實生活裡面帶我去 她就會入了她的世界 入了她的世界她覺得很開心 她每次去我房間的時候 她就說要去看小黃鴨 其實只是說那30秒的trailer 但是小朋友很搞笑 她是看完30秒之後 她又要再看多次 看完又要再看多次 她可能要連續看10次 才會有少許放棄的跡象 我懷孕後 突然間對這些感覺消失了我 沒有嬰兒的時候 我覺得是的 就是我的嬰兒 但是現在懷孕後 好像那個差別在哪裡 男性是沒有感受到 女性實際生嬰兒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有少許不同 譬如我現在的情況創作 就是我幾乎每一天都要創作 每一天都生年 真的比較困難 所以我每次要寫一個新作品的時候 都會面對壓力 就是這首作品是代表著我 我不可以差 對於我們來說 創作是一個很實際的 譬如說你叮咬了一個靈感 好像有東西還在箱裏面 那你就開始慢慢渾量 我覺得這跟媽媽的情況是一樣的 你見到她慢慢慢慢 你要擔心她 你在想她出來之後 是男是女呢 有什麼人喜歡呢 那個樣子是否漂亮呢 跟我們在想一個想法的時候 譬如說善女都是這樣的 我一想到這個 我就在想前想後 那個角色如何安排 音樂問誰 那個電影的訊息 其實是中間的過程是很興奮的 但是又很痛苦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創作 但那個幕一落 是消失了 很即時的 所以那些空虛 你是沒有任何可以體會的 你之前投入了這麼多 就不像這個畫圈 投入了這麼多畫園 或者是一個作家 你寫完 那件事就是 黑了在這裡 黑了在這裡 即使你可以想像 它可以流傳下去 是否那些偉大的作品 真是這樣流傳下來 但舞蹈是什麼呢 那些觀眾一散 那些空虛 你明白嗎 我記得我 翌日回去我的辦公室 我看到我桌面那些炒膠 那些音樂的資料 我做的那些銀頭的工作 畫那些公仔 想過那些隊形 我是一個人在這裡走的 我覺得 那個嬰兒沒有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很難把新嬰兒 相當你看到他這樣 但我對我來說是那個嬰兒沒有了 對其他人很正常 我看他的演奏 很開心 哇 這個演奏 但是你是很難看他做一個創作者 他接受的是這個好不去的 那之後 再生幾次之後 我就習慣了 就習慣了 是的 你善女 我這麼喜歡 但也很開心 剛才要一點 按足 是的 所以我不會改善 這件事 心中 沒有 是的 我記得最初你們的要求是 其實你有三首歌 沒錯 一定要有 是的 一定要有的就是 《黎明不要來》 以及《善女幽魂》 即是張國榮唱的《善女幽魂》 這首歌經常以為名字叫做《人生盧》 但其實名字叫做《善女幽魂》 另外一首歌就是《道道道》 譬如《善女幽魂》 音樂大概80至90分鐘 但我手上的材料是有三首歌 加起來也不夠10分鐘 那我怎樣去做多七八十分鐘的音樂出來呢 當然除了全新創作的部分之外 也有一些部分是用了剛才那三首歌的某些素材 抽了少許出來就再發展出來 那為何要這樣做呢 就是讓人聽到整個演出的音樂都有一個統一性 形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段下半傳 很多女生的裙舞 那段是說她自己的一些情術 那個旋律和音樂是很觸碰我的 但是我又找不到道兵數歌 那首音樂是這樣的 是 是 這是頭半卷 雖然聽起來是一首全新的音樂 其實包頭包尾我就是用了黎明不耀來的音樂 例如第一句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不許紅日 對 後面已經是新的 所以這就是用了那首歌 怎樣把它重新 所以我覺得 我聽起來真的跟那個電影 是很合適的 有什麼音樂是適合跳舞 有什麼音樂是不適合跳舞還是怎樣 其實我想是 不同的舞蹈的種類 的編舞或者跳舞的人都很不同 有某些跳舞的人他一定要有個beat 就是很清晰的beat 有些人就是 他覺得有個很清晰的beat 就會規範了他的動作 所以很不同 所以到頭來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音樂能夠引起跳舞人的情感 令到他會動 是很重要的 電影的配樂 可能未必整個那麼適合跳舞 因為電影的配樂 很多時候它是一個mood music 就是說其實它是襯托的氣氛 不是那麼經常它是可以 蓋過畫面或者劇情 因為如果是這樣就會失去焦點 但是跳舞又不同 因為跳舞的話其實 都是需要推動一些東西 所以音樂是會比較主動一點 對我來說 所以在善女那裡 其實它就是會比較前一點 會推動你去做